渔民将脚海鲜挖出来运到岸上 在这片海边 我发现了一个这里独有的交通工具 你们看我现在坐在哪儿 有没有感觉到一起衣服的那种律动感 看这边 一头大牛 我现在坐在牛车上 那你们再猜 我坐着牛车要去哪里呢 你们可能会觉得 那既然都坐牛车了 肯定是下天地吧 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绝对想象不到 我现在是在浩瀚的大海边 现在我们要坐着牛车去赶海 大海我们来了 由于人在贪图上寸步难行 所以南通人想到用牛拉车的方式 将从泥里挖出的海鲜运回岸边 这样一来不仅仅减轻了人力 也让运货量大大增加了 师傅 这一头牛车能拉多少海货呀 三七净主要 这么多呢 对呀 而且我发现其实海边摊涂地很难行走 如果不小心的话很容易翻货 但是刚才我坐在牛车上 我发现竟然很平稳 你可以放心地坐在上面各种聊天 牛就可以安安全全地把你送到目的地 那现在渔民还在用这种方式赶海吗 现在不用了 现在科技发达了 那这头牛已经退休了其实 所以说牛车赶海 现在已经成为一代渔民 不可磨灭的记忆了 1 2 2 3 1 5